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英文一起讀 这一篇Reddit上的东西 其实主要是来自一个报导 这个报导是从The Atlantic这个媒体出来的 所以Reddit这个Paul的人 他算是整理过 所以我会觉得我看这个就够了 所以我懒惰的没有去看那个报导 这个整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再说的是 有两个选择 是能够让你的那个中年危机 就不近身的 能够让它不会影响到你 所以这边有个片语叫 keep something at bay 先看一下 keep什么东西at bay 也就是让这个东西能够不近你身 不影响你 所以让中年危机不会影响你 keep it at bay bay是什么 bay一般来说是海湾之类的 所以让它留在海边 你回家吧 这讲的有点烂 但anyway 那midlife crisis就中年危机 所以这边在 虽然说这是一个 这个版是 ask man over 30 就是问超过三岁的男人 可是这边 这个人贴的强调是40到44岁的 事实上我也已经超过了 就是了 所以 but again 对我来说还蛮能够relate to的 所以他的这个圆坡呢 他这边说了一个 I regularly see people asking about adding meaning clarity or purpose to their life a regular answer that shows up is finding a hobby so this article helps fill out some options beyond that 好 一开始这边就很值得说的一些事情 常常看到人家问 有关于就是中年危机的事情 so I regularly see people asking about adding 就问有关什么呢 就替你的人生增加一些意义 so adding meaning to your life 那clarity是什么 clarity这个字 我觉得真不好解释 它有清晰的概念 所以或许在 像我们讲说 我们这个华人说的事实而不惑 对不对 要是你有困惑 要是你对一件事情有困惑 那你就没有clarity 你要是看不清什么事情 你就是没有clarity OK 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你的人生需要有clarity 我相信的确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 是没有clarity的 你可能甚至不知道 你接下来10年要做什么事情 可能有人有 像例如说我的朋友 好朋友在西雅图工作的这个Joe 那我相信他可能20多岁 进了微软之后 他就有clarity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可能在这间公司就继续待下去 这样子 那果然他现在跟我年纪一样 他还在微软没有离开过 这辈子他就只有做一个工作 Well that's good 但是我的话就比较没有 我花了很多时间摸索 直到30多岁之后 我才觉得补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教英文 所以然后到现在 我大概已经很清楚 我现在45岁 我大概很清楚可以知道 我一直到60 65岁以后 我如果YouTube还在的话 我应该还在YouTube上不断的制作影片 那我死掉的时候 我的墓碑上就可以写着 这个人生产过若干千片的YouTube影片 教了很多人英文 That would be my goal in life OK 这就是我人生最想做的事情了 这就是我的Clarity OK 那我们要讲的也不见得只是 就是针对未来的事情 就是什么你的Career 或者是你的这种 你的人生的一些发展之类的 你也可以对于人生的一些 像你对感情看得很透彻 或者你对亲情看得很透彻 或者这些的 你常常被你爸妈情绪勒索 那你可能一开始年轻的时候 会常常反抗 常常吵架 可是说不定到年长了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父母对你的这些情绪勒索 其实也就是只想表达爱你而已 So you gain clarity You get perspective 其实换个说法也是 perspective这个字也不错 那不是观点的意思吗 Yeah that's right So if you gain perspective 就表示你把很多事情真的看懂了 OK 我这次讲这么久 所以你要增加你的人生中的meaning Clarity 或者purpose 人生要有目的 我刚讲的有跟目的有overlap到 我的purpose就是做影片这样子 或者教学 我们不见得一定是做影片 因为如果说YouTube过了几年之后 没有人看了 或者有个新的 我们讲说这个叫paradigm shift 就是在把资讯传播出去 这个事情的媒介 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的时候 例如说变VR或这些的时候 那说不定我在VR的世界里面 也还是做教学 那可能就没有YouTube 不一定 不管了 反正你大家懂我的意思 所以一般来说一个答案 regular answer就是 你找一个harby 所以过了40岁以后 你想要clarity 想要purpose 想要meaning find a hobby 那可是下面这篇 他所quote的这个文章 他就给你了两个 OK 你可以做的事情 是超越刚这个选项的 OK 超越了找harby这个选项 所以第一个 the first decision choose to focus on what age gives you not what it has taken away these include the growing ability to see patterns clearly teach others and explain complex ideas what psychologists call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说得真好 你知道吗 真好 所以你人生中可以下的第一个决定 就是你在 有midlife crisis的时候的 下的决定就是 选择去专注于年龄给你的东西 so you choose to focus on what age gives you 所以你的这个年龄 给了你什么 and you focus on that 而不是去focus on 年龄从你身上拿走了什么 这个在我身上还真的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I can relate to 因为我有时候会感觉到 年龄这件age这件事情 从我身上拿走了什么 例如说拿走了什么 拿走了我运动的时候 那个饱满的气力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我去运动 还是可以举重的东西 什么这些的 我也是有在增加肌肉 什么这些 可是总之你的vigor 就是可能没有年龄 年轻的时候 那么样的强烈 这样子 以及还有有时候 身上会有一些痛 病痛什么 像例如说腰痛 什么这些的 so these things creep up on you 所以这些事情 会慢慢悄悄的 爬到你身上来 ok creep up on you 那甩也甩不掉 或者像我有些朋友 开始秃头什么这些 罗伟伦 ok 所以 so these are things that age takes away from you 所以年龄会 所以岁月会在你身上 拿走东西 可是你不要focus on那些 你要focus on他给你的东西 so you focus on the things that age gives you 那包括一些什么呢 马上举例子 these include the growing ability to see patterns clearly 所以你年纪增长之后 你应该能够 有一个慢慢增加的能力 so this is a growing ability 这个ability就是呢 能够很清楚 看到一些事情的模式 ok 所以啊 这个人 他通常 你看到这个人 他有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 你就可以马上说 呀 没错 他就是那种人 ok 或者是 你看到有某一件事情 他发展的第一步 发展的第二步 你马上就知道 呀 没错 第三步一定是那个 之类的 好 例如说 啊 这个人 他会说一个谎 会说第二个谎 第三个 他可能就要偷你东西了 举个什么烂例子 好 anyway 所以你懂我意思 就是 to identify patterns clearly 还可以教别人 teach others 所以你这个年纪 应该又可以教人了 例如说教你的小孩 或之类 教你的后辈 以及你这个年龄 应该可以去解释一些 很复杂的idea 所以年轻一点的人 可能做不到 可是年长一点的人 应该可以做得到 so the ability to explain complex ideas 所以这些东西 是心理学家称为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好酷的一个字 这些是智慧 而这些智慧是结晶的智慧 你知道结晶吗 所以你的人生经过了淬炼 然后最后结晶出那个东西 或许跟你身体的结石 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留下来的残留物 所以你人生经过了 各种不同的智慧资讯的洗涤 在你人生 然后它结晶出了智慧出来 淬炼过的智慧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很酷 好 第二个 你的midlife crisis 可以下的decision 或者应该说 你下的这个decision 是为了躲开midlife crisis 这个decision是什么呢 choose subtraction not addition 中文你一定听过 活到一个年纪之后 你的人生就是做减法 而不是做加法 你应该都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我们影片标题了 加减乘除怎么说 因为我问学生 学生说加什么 就plus 减什么 minus 对不对 成的话times 对不对 3 times 5 那个times 对不对 除的话 同学多半会 学生多半会卡住 好 这些是口语的加减乘除 我们要补充的是 这个加应该是addition 减的话叫做subtraction 也就是刚刚你看过这两个字 right 所以choose subtraction not addition 所以加addition 减subtraction 成叫做multiply 是它的动词 multiplication 就是它的名词 multiplication 除的话 则是divide这个字 分割 有没有 没错 一个蛋糕 分成二 那就除以二了 对不对 divide 所以除叫做division so addition subtraction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这四个字 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称为 简单的数学 arithmatic OK arithmatic 好像另外一个发音是arithmatic 随便你了 它就不是mathematics 因为mathematics 是可以涵盖的范围 非常的广泛 所以arithmatic 就是很简单的 就加减乘除 好 所以这里OK了 所以选择减而不是夹 early in life success usually comes from addition 所以在你的人生早期的时候 成功通常来自于 假 success usually comes from addition more money more responsibility more relationships more possessions 没有错 越来越多的钱 越来越多的责任 越来越多的关系 以及越来越多的所有物 拥有物 possession life in early adulthood is like filling up an empty canvas 所以在 你的成年期的早期的时候 这什么中文 early adulthood 大概懂意思 adulthood就是18岁以后 就是adulthood you enter adulthood 所以你离开了adolescence 我们这个词应该讲过 希望你有印象 adolescence 或叫puberty之类的 所以青春期 所以青春期过了之后 就是adulthood 然后childhood adolescence adulthood early adulthood 可能就是20岁30岁的时候 so life in early adulthood is like filling up an empty canvas 就像是在填满一个空白的canvas 什么是canvas 画布 所以你在画画 把那个画布画满 by midlife however that canvas is pretty full 所以等到你midlife的时候 这个canvas已经算画满了 而你只要再多画上去的话 就会让这个画更糟 而不是更好 so and more brush strokes make the painting worse not better 所以这个brush stroke 就是画一笔一笔画下去的那一个 就叫做brush stroke 所以这个只是扣分而已 不是加分 OK 好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 下面虽然有非常多的有趣的一些分享 但我觉得会讲太久 我觉得我们今天短短的讲到这里 应该就不错了 分享这两个概念 还记得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吗 短期记忆好不好 第二个可能比较容易recall一下 我们来小小复习一下好了 OK 所以复习时间 所以我们倒回来看 所以第二个概念就是 你的生活要用减的 不要用夹的 so addition subtraction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加减乘除 这个是简单的数学 arithmatic 然后顺便复习一下下 小朋友期叫做childhood childhood 然后进入了adolescence 青春期 然后到最后了adulthood canvas是画布 OK 另外一个拼法 也可以叫反布 我记得拼法不一样 但没关系就先算了 都是要做canvas 帆布 帆布写的那个帆布 或者说帐篷的那种布 叫帆布这样子 brushstroke就是你的笔刷 好 所以刚刚第二点 第一点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对不起 其实我都忘了 shoot 傻傻的 所以第一点刚刚说什么 第一点说的是 好 所以专注于 专注去看 年龄这件事情 给了你什么 而不是从你身上 拿走了什么 这样子 好 没有问题 然后我觉得刚前面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人生要得到clarity 是很重要的 或许我可以把它进一步翻译成 你能够看透事情 OK If you can see things clearly 你能够看清楚人生的本质 You have clarity OK You have clarity 好 讲到这里够了 我觉得这篇大概就这样子了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